看一下今天我们小日儿有什么不一样吗 不错 因为我们今天小日儿穿的是班服 今天学校里运动会开幕了 第一天 一共要三天对不对 然后我们穿了班服 进行了一场小小的表演 每个人拿着排球 跳牛 这个什么歌曲 It's ok 那你们这个出场很炫酷的了 我看到有些班级在照片里面是武术 穿的是那个练武功的那种衣服 还有的是篮球篮球服 还是短袖的 我看到你们跳舞的时候 后面还有一个黄色的人偶 听班长说好像是我们学校的一个老师 就是老师穿的这个衣服也跟着你们在一起 挺可爱的 然后我们小月儿今天是不是第一天就有比赛 石心球 说一下吧 你们一共是每个人几次 三次几次 然后你 两次超线 那两次超线以后就不给机会的了 就作废 还有一次我投资好像还行吧 但是呢 但是没有进行结算 哎呀 真的还是以打酱油的心态 不过小月儿确实是不行啊 但是他们班其他同学还是今天我看有很多都获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有一个是跑步第一名 还有好多都进入决赛了 那么这三天运动会的话 那你们都不用上课了 对我们六年级坐在那个篮球场里 但我这个位置是完全撑不到的 全被前面打住了 那我就 嗯 嗯 看看书玩游戏的 玩什么游戏啊 嗯 比如说 玩侦探故事 这么玩 石头剪大铺 嗯 这个也算是你们小鞋接蛋最后一次运动会了啊 好好享受这个 五六五绿快乐的时光吧 嗯 好了那么做作业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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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